- 全民早蛋大作戰 哈囉我是德洛 - 拉利歐是從今天開始回歸的 - 回歸時間到4月22號為止 - 別忘了有機會捕捉到色尾 - 色尾型態的頭目寶可夢都是一球捕捉 - 記得為黃禮果增加糖果 - 然後再來是 - 這次的活動全民早蛋大作戰 - 寶寶類型的寶可夢可以從2公里的蛋孵化 活動期間內孵蛋里程數減半 - 幸運蛋使用時間延長至1個小時 - 孵化後糖果加倍 - 新增關於孵蛋的田野調查課題 - 先來講一下任務內容 - 孵一顆蛋的任務獎勵是 - 遭遇捲捲捲額 - 而且有機會遭遇到色尾的 - 孵三顆蛋的任務 - 獎勵是遭遇瑪麗露 - 孵五顆蛋的任務跟之前的遺量 - 遭遇吉利蛋 - 在這次的活動期間 - 以上這些寶可夢都有機會遇到野生的 - 像是非常稀有的幸福蛋也是有機會遇到的 - 這次的新色違寶可夢除了捲捲耳之外 - 還有另一隻寶可夢也推出新的色違型態 - 那就是寶寶丁 - 目前只能從孵蛋中取得了色違寶寶型態寶可夢 - 色違的寶寶丁在進化後的胖丁跟胖克丁 - 顏色差異上比較粉紅 - 而且眼睛是綠色的 - 五月的色群日主角 - 就在今天凌晨公佈了 - 是第三代的火系玉山家火之機 - 一樣會有色群日的限定招式 - 不過目前還沒公佈 - 希望不要和以往一樣是爆炸烈焰 - 由於火之機的最終進化火焰機 - 是一隻火系加上格鬥系的寶可夢 - 我是希望限定招式能是格鬥系的技能 - 這樣可以讓火焰機的格鬥系排行更出色 - 腦後色群日的活動限時獎勵 - 除了又有模組三個小時延長之外 - 還有最令人興奮的是 - 捕捉星辰三倍 - 搭配星星碎片可以最高提高到4.5倍 - 玩家們得好好把握這次的社群日 -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喜歡分享 - 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- 按讚追蹤我的Facebook粉絲團 - 我都會分享關於Pokemon GO的資訊 - 偶爾也會開實況 -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- 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